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各位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好了 开始说今天的故事 先来看样东西 这个很多观众应该都不陌生 没错 它就是埃及的顶级国宝 图坦卡蒙黄金面具 1922年当英国人打开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的时候 这件宝贝正金光闪闪地照在法老木乃伊的脸上 图坦卡蒙金面具呢可以说是举世闻名 不过却称不上是举世无双 因为同样的宝贝咱们国家也有 今天换之要说的就是中国版的黄金面具 辽宁省沈阳市的康平县有一个张家瑶林场 林场北边呢是长北山的主峰 南边呢是科尔信大沙地 因为地处偏僻又没有什么风景和特产 所以这里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 可是到了2017年的8月 这张家瑶林场可就出了名了 为什么呢 在林场的一面山坡上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 发现了三座古代的砖室墓 因为担心墓里边有多年积存下来的有毒气体 下去之前呢 考古队先把遥控摄像头送进了墓室 把里头的情况看了个大概 这把一把剑 这把剑吧 一把剑 那剑里面那剑头嘛 是不是有剑在 一把剑里面 这旁边肯定 肯定这块全是零剑 鸡板就这样 四环啊 他们都穿在门 四环 三环肯定是盖着很多东西 四环是 好了好了 牧室里的陪葬品还在 说明古墓没有被盗过 而陪葬品里边居然有兵器 那么墓主人绝不会是平民百姓 地位一定很高贵啊 看到这儿 考古人员那叫一个兴奋的 等确定墓室里没有了毒气之后 他们立马下去 开始了实地发掘 最早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几十件精美的瓷器 一个那个盘口皮 然后那边有一个小白色罐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除了瓷器 兵器等陪葬品 三座古墓里最显眼的东西 那就是四具墓质的棺果 为了防止里边的东西 被空气损坏 考古队没有在现场打开棺果 而是把他们整体打包 运回了考古实验室 再进行开启 结果这一号棺刚刚被打开 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什么呢 一号棺里虽然塞满了淤泥 看上去黑乎乎的一团 可是一扒开最表面的泥土 底下就露出了点点金光 金碧辉黄的 看看这什么东西 那肯定是纯紧的 你看这都是纯紧的 这也是纯紧 上面还有纯紧的 但是这个 你看这个部位 这是有 这锦子都涂落了 这个是原来是 这个拿显示镜看一下 对 来 把那灯给我打 来 我看看这生动 这个是在 富饶在十字品上里 这个金片是富饶在十字品上的 这个就托落这个 很碎是吧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个带扣是吧 是个纯紧的带扣 下面还有扣 我们是 我们是 我们现在把这个 就这块这个 脱落这个 这个紧的 看它是什么 你看看 这是个腰带 对象这是纯紧的 保护的还挺好 在泥土里闪着金光的 是十多颗纯金打造的 腰带扣 装饰品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做工之精美 却令人惊叹 现在切捏的就是 一个带挂 就是这个整个袋子上的 一个片 它中间有孔 现在能看出它的这个 上面的纹紫 有两道这个残字花纹 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纹紫 我现在看它这个 材质好像是纯紧的 含尽量非常高 这些都在 木轮的摇布 它是整个一个完整的 一个摇袋 从这个带跨的材质看 这个木轮的级别 也非常的高 它能用这种 纯度比较高的黄紧 在这种带跨 这在当时 应该是比较罕见的 这是另一个小带口 这个尺寸就比较小 是吧 脱出 立体感太强了 立体感太强了 也是残字花纹 一毛钱 应该比较大小 差不多 金带扣的旁边 还散落着一片片 破碎的金箔 这些金箔 又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借助高科技工具 专家们才把这个问题 能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用高倍的 电子显微镜 看到的这个情况 这个防制品 它的用这种线穿的 这个穿法看得都非常清楚 这种金线和尾线 横重交错的 这种编织的方法 饰制品呢 它里边包裹了 是这种有金箔的 这种装饰品 它这种线呢 是附着在这个金箔之上的 它把金箔包裹在里边的 可能是牧主人下荡的时候 他身体穿的一种服饰 或者是一种装饰 这些金箔 原本是织在衣服里 贴在靴子上的 丝绸啊布啊 这些材料早就腐烂了 金子不会烂 于是金箔才散落在泥土当中 说到这儿呢 我突然想起了 以前看到我一条新闻 说印度有一个土豪为了炫富 用了整整四公斤黄金 请能工巧匠 花了大半年时间 打造出一件纯金的衬衫 这个金子做的衬衫 不但金光闪闪 霸气色漏 据说穿起来还很柔软 很舒服 当时很多人都惊叹 说印度的土豪怎么那么厉害啊 用金子做衣服 其实中国人早就开始做了 你看古代的这个土豪 已经开始把这个金箔金丝 编进衣服里了 当然现在这个工艺还有 咱们比如说现在说 平金平银这样的织法 就是把金箔银箔 编进衣服里边 当然了 这一位超级土豪 咱们中国这位 把金子金银编进衣服里的 他出自哪朝哪代 又会是什么人呢 长白山下金线奢华木群 金衣银靴黄金负面 如此炫富的牧主人 究竟是何身份 他与一个民族的神秘消失又有的 怎样的关系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考古人员在开启 张建谣巩幕一号关的时候 吃惊地发现 牧主人不但系着 坠满黄金的腰带 甚至连衣服靴子上 都用了大量的金箔 这样的牌场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这位超级土豪 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可惜啊 土豪的尸骨 没能像金子那样保存到今天 所以这件事情也令人感叹 你拥有这么多金子最后你烂了 它还没烂 这个土豪除了几块头骨残片 和几颗牙齿之外 其他的部分早就化成了灰土 这个上面明显是个硬壳 小骨头硬壳 这底下也是 感觉它弧度 有点像那个头骨 在骨头的边上 出现了一颗牙齿 多明显这一块 牙齿碎了 碎了一半 这是发现了第三颗牙齿 这又出现了一颗 在它边上又出现了一颗 那它整个这个就是 那这颗也是 土漏了 现在 这是第六颗 除了这点尸骨残片 一号棺里面没有发现印章 木制名之类能够证明 木主人身份的东西 文物上也没有找到 相关的文字线索 于是考古队决定 把一号棺暂且搁到一边 接着开启四号棺 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四号棺里 除了同样的金衣金带 竟然还藏着更加惊人的宝物 什么呢 一个纯金打造的人脸面具 这个就是我们 17年在长白山木群 四号棺出土的 这个纯金的面具 这个面具出土的时候 大概位置就是 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帽子的下方 我们刚发现 这个面具的时候呢 它这个上面都是土 它的这个四周都变了形 然后在它的上方 还附着了一个完整的 一个玛瑙樱落 然后在它的面具的内部呢 有很多这个木主人的 头骨的碎屑 我们开始的时候 没有认为它是一个面具 因为它的形已经变形了 但慢慢这个笼困清理出来以后 才发现了它是一个面具 而且它当时发掘出来以后呢 它这个在这个土上呢 就清洗了 印着这个人的这个面部的 这个形象都正好印在了 这个土上 它的眼睛非常的细 这个眼睛很小 眉毛也非常的细致刻画 你看这面具 它的周边有这种细小的孔 这孔是干嘛用的呢 它都里边都穿着隐私 这个面具啊 它是由一整块黄金 锻造出来的 因为黄金延展性比较好 所以它比较适合锻造这个 比较精细的这个造型 从这个专业制作的方面来说 它这种面具啊 属于一种浮雕的一种形式 就不是一个圆雕 所以它并不是一种铸造 这也是一种锻造 就是它可能要先做一个模型 就是它根据这个人的 面部的特征呢 先制作一个 可能是泥素啊 或者是木雕的 这样的一个硬质的模型 然后呢 再把这一块的这个 这个晶片 放在这个上面 进行这个锻打 总之吧 黄金面具的做工是极为精巧 考古队里的老队员 之前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除了金面具之外 这四号棺里边 还有一些珠宝首饰之类的 赔葬品 数量虽然不算多 但每一件都是 难得见到的真品 应该是一个手镯 我们这个还可能 以为它可能是一个带扣 这个手镯现在看 是纯紧的还是镀紧的 还不清楚 但是它的保存度 还是比较好 然后它的画纹也比较清楚 正常应该是左手的位置 但它对应的右手的那一侧 也有一个类似的手镯 就说明它是 双手都佩戴了这个手镯 林队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宝石 是玛瑙 还是 应该是红玛瑙 因为这个 这个墓里之前出的那个 鹰落也是这种红玛瑙 这个是琥珀 它的重量非常轻 应该是一个琥珀 一个红色的琥珀 它 它两边都有转口 但这个中间的石线 现在已经 已经 朴实掉了 然后 它是在这个位置出土的 这个琥珀的位置呢 它在下方 还有一个金属的一个手势 而它这个孔 正好是在这个下方 可能它们这个原来 就是应该穿在一起的 然后它在它的上方 就是这个 金属竹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手链式的一个装置 这种宝石等级也非常高 四号官主人的穿着佩戴 比一号官主人的更加奢华 只是 跟一号官里的情况一样 所有的陪葬品上 都找不到半点有关于 牧主人身份的文字 或者是其他线索 至于二号官和三号官的 清理工作 那还是差不多 唯一的新发现 就是黄金面具上的五官 每一个都不一样 它鼻子现在这边 被压得变形呢 但它这个脸上 这个表情 还有这个五官呢 都特别的清楚 它这个面具 它下面有胡须 证明这一幕主人 应该是男性 我们对这个骨骼 也鉴定了一下 它应该是一个 二十五到三十岁的 一个青年的男性 一般这个贵族 它一般一个手上 不是只戴一个戒指 可能我们发现 那个三号木 它一个手上戴了五个戒指 但是这个 现在还有这个宝石 它这个是和宝石 如果是连在一起的 就应该是一个手串的 一个装置 所以现在还定不定不了 四具棺果清理完毕 那么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 当然是继续查找 木主人的身份了 前面说了 几个黄金面具的五官 都不相同 这说明他们不是批量生产的 而是根据木主人的相貌 来打造的 于是考古队决定 从木主人的相貌入手 来考证他们的身份 面部特征非常的强 高全国 这个比较窄的额头 比较薄的嘴唇 还有鼻梁 比较细 比较窄 鼻翼薄薄的 它这个一定是 非常写实的 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塑造的 所以它有许多的 很具体的特征 包括这个耳朵 这个耳朵也并不是 很泛泛的那种塑造 而是就非常的具体 这个耳朵 这些塑造的 窄额头高全骨 细尖鼻子 包嘴唇 这不像汉族人哪 不是汉族人的典型长相 那么是什么人会长这副模样呢 向人类学家一请教 人家说了 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 倒是大多数都长这个样子 人类学家的话 给考古队指了一条方向 只是华夏文明悠悠五千年 历朝历代的游牧民族那么多 这张家尧牧群的主人 具体会是哪个民族的呢 为了进一步寻找答案 专家们开始翻查各种资料 和考古成果 很快 这条线索就出现了 感情像这样的黄金面具 在咱们国家并不是第一次出土呢 那是在1986年 考古人员在内蒙古通辽市 奈曼旗的庙子山上 也发现过一座千年古墓 墓里的陪葬品 什么金银珠宝啊 玉器啊瓷器 那是堆了满满一墓室 不过庙子山古墓里 最重要的发现 并不是这些东西 那是什么呢 当时考古人员在墓室里 没有发现棺果 倒是看到了一座棺床 有人打亮手电筒一照 只见棺床上 直挺挺地躺着两个人 眼睛瞪得大大的 正死死盯着他 哎呦我的天哪 当时把这工作人员吓一大跳 乍一看还以为 这牧主人没死呢 当然不可能了 等他们缓过劲来 缓过神来 再定睛一瞧 棺床上两具尸骨 尸骨头顶流金银棺 身够银丝网络 脚踏沾花银靴 之所以能够吓着大家 那是因为这两具尸骨的脸上 各罩着一个黄邓邓的金面具 面具上眉眼口鼻是一样不缺 那么这戴着金面具的牧主人 又是什么人呢 很快答案就出来了 因为考古人员找到了墓志 墓志上写着 公主耶律是先妻水人也 井宗皇帝之孙 原来古墓的女主人是辽国井宗皇帝 和萧太后的孙女陈国公主 而躺在公主旁边的男主人 那是陈国夫人的丈夫 叫萧绍菊 陈国公主墓的考古成果 还证实了辽代史料当中的一些记载 说契丹皇族有一种独特的藏俗 那就是人死之后 亲人会按照死者的样貌 打造一个黄金面具 罩在他脸上 然后再用银丝编成网络 把整个尸体完全包裹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据说那是因为契丹人相信 人死之后行不散则神不离 也就是说只要尸体不散开 这个灵魂就不会出窍 能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 等着轮回转世 还有专家认为 契丹人的这个藏俗 跟西汉皇族流行死后 身穿金铝玉衣 那是有着相同的想法 所谓异曲同工 金铝玉衣大家都熟悉 西汉的时候 帝王们对于玉的迷信 是发展到了极致 他们死了以后 会用金丝串着玉片 做成一件盔甲式的衣服 把身体从头到脚 给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他们认为这样做 不但尸体不会腐烂 甚至有朝一日还能起死回生 说完了陈国公主的墓 咱们回到正题 再说这张家瑶古墓群 同样是带着黄金面具下葬 这几座墓的主人 会不会跟陈国公主一样 是当年的契丹皇族呢 张家瑶墓群主人身份出现端倪 专家抽丝剥茧 继续寻找答案 辽戴皇族后裔 为何会葬身偏远的长白山转下呢 经典团企继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根据几十年前内蒙古 辽戴陈国公主墓的考古成果 专家推测 张家瑶古墓群里这些 戴着黄金面具的墓主人 很可能跟陈国公主一样 是辽戴的契丹皇族 那么这个推测 能不能变成定论呢 还真能 第一前面说了 按照契丹皇族的藏俗 死者不但要头戴黄金面具 全身还要用银丝编成的网络包裹起来 而张家瑶墓群的四具官国里边 无一例外都发现了这样的银丝网络 这个就是银丝网络 这个整个都是用银丝穿成的 就是时间长了 这种银子都氧化了 它银丝网络的编法呢 主要是以这种菱形的 银丝编络在一起的 这个银丝是一整套的网络 它和这个面具是一套的 都是这个牧主人的脸上的 一套完整的这个藏具 这是只有七当贵族才能使用的 这种高等级的藏具 第二 几座墓里边出土的瓷器和陶器 经陶瓷专家鉴定 也都是典型的聊戴风格 这种内容陶器呢 在这个聊戴陶宗还是比较常见的 它这个产地应该是在 聊本土生产的这个陶器 它的气型大概是在 聊的中期 根据以上说的这几点 牧主人的身份基本可以确定 他们是一千多年前 辽代的契丹皇族 只可惜啊 因为没有发现牧志明 他们究竟姓慎名谁 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 直到今天没搞清楚 而让考古人员感到疑惑的是 辽国的统治中心呢 是在今天内蒙古的赤丰一带 这些人既然是契丹的皇族 为什么他们会葬在这远离都城的 禅白山脚下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 想要找到线索 先得了解一下契丹的历史 根据史料记载 契丹族最早发源于 内蒙古东部的西辽河上游 大约在唐朝末期 这个能征善战的草原 游牧民族开始崛起 不但建立了契丹国 还统一了北方草原 国力一天比一天强大 公元947年 契丹首领耶律德光 改国号为辽 把扩张的目标转向中原 杨家将的故事大家都熟悉 杨家七郎八虎浴血沙场 那都跟谁打呢 就是这辽国 辽国兴盛的时候 那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呀 领土北至外兴安岭 东林库业岛 西跨二泰山南地河北山西北部 跟中原的大宋朝分庭抗礼一百余年 直到公元一一二五年 才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给灭了 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辽国被灭之后所有的契丹人 估计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居然在一夜之间 似乎集体消失 下落不明了 这可就太不正常了 就拿女真人来说吧 历史上他们建立了金国和清朝 也都先后被人给灭了 可是女真这个民族一直还在呀 也就是今天的满族啊 那这么多的契丹族人 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咱们今天中国 也没有叫契丹的少数民族啊 这个问题一度是个未解之谜 直到近些年 有学者深入研究考证 提出了这样的说法 说辽国的末代皇帝 天作地耶律言喜 那是一个只知道 吃喝玩乐的无道昏君 把国家搞得那是民不聊生啊 不少契丹贵族呢 趁势是纷纷起兵造反 几十万契丹军队 一通自相残杀 彻底失掉战斗力了 这才让女真人 轻易地把大辽国给灭了 而在战乱当中 幸存下来的小部分契丹人 只好去投靠了 另一个游牧民族 蒙古人 这些契丹人 跟着蒙古人东征西讨 最后在东北地区定居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 就变成了今天的达沃尔族 这可不是学者凭空瞎猜啊 有证据 什么证据呢 他们从契丹古墓中 提取到了古代契丹人的DNA 跟今天达沃尔人的DNA 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这达沃尔人的DNA 和古代契丹人的DNA 极为相似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 契丹人的后裔 这就是关于契丹人 发展和消失的主要说法 而根据这个说法 沈阳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 对张家瑶辽戴墓葬群主人的来历 做了这样的推测 这些人应该是辽国晚期的 契丹皇族成员 辽被女真灭了之后 这些人投奔了蒙古 然后辗转流落到了 今天的沈阳一带 虽然不再是皇族了 但过去的老底子还在 他们天天想的就是 怎么才能够东山再起 灭金赋辽 哪怕是死了 也还是按照过去 契丹皇族的藏俗 头戴黄金面具 深过银丝网络 选择戴王旗的风水宝地下葬 哦对了 说到这儿 顺便提一句 考古人员后来专门进行了实地考察 张家瑶墓葬所在的地方 今天虽然已经是一片 沙化严重的山坡 但是整个地势还保持着原样 它面水背山 形如圈椅 这正是古代风水 勘于树里面说的王旗之地 当然了 上面说的这些 也只是考古专家们的推测 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还不好说 目前呢 张家瑶墓葬群的考古工作 还在进行当中 兴许啊 用不了多久 咱们还会有更加详实 更新鲜的故事 讲给您听呢 退一步说呢 即便没有 像张家瑶这样保存完好 文物丰富的辽带墓葬 那也是百年难遇的重大发现 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 长白山墓群呢 是国内首次在同一个墓地 发现三座水藏品保存完整的 七郎贵族墓群呢 也是一个重要发现 它出土了五百余间的精美的水藏品 为辽带墓葬的研究呢 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一手的资料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计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呢 下期再见